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前几天看了一部短片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一个女孩小时候想要电视剧里的马 橱窗里的玩具,父亲一一满足她 长大后她想要游轮,列车,潜水艇 父亲努力也能满足她 后来为了嫁给一个歌星 女孩又逼父亲买豪宅,跑车 等她嫁人后,年迈的父母花光了毕生积蓄 搬进了低矮的平房,打算安度晚年 没想到有一天,女孩又把自己的孩子 扔给父母抚养,然后冷漠地转身走了 这就是著名的讽刺动画短片《任性人生》 在这个无奈又悲哀的故事里 人们往往责备女孩不懂事 殊不知她的所作所为全败父母所赐 没有父母的溺爱纵容 何来孩子无限度索取 没有父母的过度保护 孩子又怎会知道生存不易 要懂得珍惜 很多父母为儿女操劳一生 结局却像短片里的父亲一样 人才两空,晚景凄凉 其实,父母与子女相识一场 是元世杰 权在父母能不能守住这三个底线 一,学会放手,让孩子独立 心理学上有个百分之百理论 指的是一件事 你做百分之二十,那么孩子就会去做剩下的百分之八十 如果你做百分之八十,那孩子只会做百分之二十 假如你把事情全做了,那么孩子什么也不会做 久而久之,你越活越累 孩子也会越来越丧失独立生存的能力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对老夫妻退休后仍四处打工赚钱 老太太坐保洁 老大爷开旅游巴士 两位老人一刻不敢停地打零工 只为养活自己永远长不大的儿子 老两口的儿子大学毕业后 一直赖在家里不工作 每天只知道打游戏点外卖 对于儿子的啃老 老两口打也打过,骂也骂过 但仍无济于事 一次争吵中,儿子愤怒地说 你们嫌我什么也不会 可你们什么也不让我做 我能会什么呢 原来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儿子 一直对其呵护有加 却也保护过度 小到吃什么,穿什么 大到读大学,选专业,事无巨细 全由老两口安排 他们本以为付出了这么多心力 儿子的人生一定能顺风顺水 没想到尽是现在这般田地 今日心理学中写道 为孩子做每一个决定 包括他们穿的衣服 做作业的确起时间 以及他们可以和谁一起玩 都会消除他们做决定的欲望 著名教育家蔡孝婉 分享过自己的育儿往事 她的孩子曾痴迷武学 非要去少林寺学武 见孩子固执起见 蔡孝婉说 如果你真的要学武术 那就写一个决心书吧 孩子开开心心写完后 就被送到了武术学校 可仅仅两个月 孩子就受不了 想回来读书 但蔡孝婉坚决不同意 她说你必须坚持下去 否则你就是对自己的选择 不负责任 后来孩子坚持 学完了一个学期 才被蔡孝婉接了回去 有了这次教训后 孩子明白了 人要独立做决定 更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蔡孝婉是典型的60分家长 她懂得该放手的时候放手 该管教的时候管教 父母学会放手 孩子才能在风雨中 成长为参天大树 二 适当拒绝 量力而行 齐天为了追求暗恋十年的女神 逼着老爹给自己买房 开口就要一千万 见老爹犹豫 也怕两位哥哥阻拦 齐天竟自导自演了一出闹剧 伪造家里失火 假装生命垂危 没想到这招还真管用 老爹一心疼 满口答应买房 齐老爹不仅打算卖掉世代居住的祖屋 还帮齐天说服另外两个儿子放弃继承权 他不过是个退休教师 祖屋一卖 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可他就是无法拒绝齐天 结果房子还没卖出去 齐天就被女神甩了 他埋怨父亲说 你就是见不得我好 当初你要是早点给我买房 也不至于被人甩 我恨你 恨这个家 一句话把齐老爹伤得透心凉 教育家马卡连科曾说 一切都让给孩子 为了孩子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 这是父母送给孩子最可怕的礼物 养育孩子从来不是满足他们 而是帮孩子适应这个社会 爸妈对孩子有求必应 孩子的欲望就会无限膨胀 直到被吞噬 还记得那起轰动全国的留学生沙姆案吗 24岁的留学生汪家精在日本五年的生活费 全靠母亲一个人支撑 每次要钱 母亲都二话不说 要多少给多少 眼见汪家精的消费越来越高 母亲这才开始吞吞吐吐想拒绝 不承认一听母亲不给钱 汪家精像疯了一样 竟把母亲活活捅死 记者调查发现 汪家精的家境并不好 可母亲却十分宠她 和齐老爹一样 是个有求必应的家长 斯坦福大学有个著名的糖果实验 心理学家沃尔特找来一批孩子 在他们面前放了一颗糖 然后告诉他们 如果能等15分钟的话 就得到两块糖果 如果做不到就只有一块 结果仅有10%的孩子能够等一会儿 大部分人都选择立刻吃掉糖果 20年后 经过追踪调查发现 这10%的孩子有更好的人生表现 可见欲望上的延迟满足 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重要 身为父母也应学会 适当拒绝 量力而行 对子女的各种要求 延迟满足 唯有如此才能让他们学会 克制欲望 凡事靠自己 三 早立规矩 守住底线 前几天 偶尔间刷到了两则新闻 一则是两个男孩 在18楼比赛扔石头 看谁扔得远 结果砸坏了一辆车的天窗 车主报警 人们这才发现有孩子高空抛物 民警对孩子及家长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罚了款 可网友们坐不住了 都说就这么结束了 孩子可恶 家长更可恶 另一则新闻是一个男孩坐电梯 一脚踹掉电梯里的控制面板 并向同伴露出得意姿态 正如网友所言 熊孩子背后一定有一个熊家长 其实每个孩子都像白纸一样 来到这个世界 如果爸妈不告诉他们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他们永远不知道做人的规矩 做事的底线 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 原野上有一群牛 每天悠哉地吃草 晒太阳 一天一只小牛想闯得更远 走着走着碰到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线 这条线上有电 吓得小牛慌忙退后一步 停了下来 小牛这才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还真有去不了的地方 做不得的事情 很赞同勇敢管教里的一句话 如果悬崖边上设有栏杆 那么人就敢靠着栏杆往下看 因为不会害怕摔下去 如果没有栏杆 大家在离悬崖很远的地方就停住了 更别说站在悬崖边缘往下看了 栏杆就是界限 知道界限的孩子会有安全感 相反 没有界限的孩子没有安全感 因为他不知道安全的尺度在哪里 不管是原野上的电线 还是悬崖边的栏杆 说的都是我们受规则约束 同时也在被规则保护的道理 无规矩不成方圆 有远见的父母都懂得给孩子立规矩 那如何给孩子立规矩呢 教育专家给出过三点建议 一 以早不以晚 在家校社共语的直播间 教育学会副理事长张绵廷说 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成效 像打在食品包装上的标签 是具备有效期的 关于立规矩 他指出三岁前最有效 六岁前有效 十岁前次有效 所以父母不要错过孩子成长的黄金期 教育孩子以早不以晚 二 温和而坚定 同样是面对熊孩子 下面这位家长的做法 值得借借 一个孩子从自家窗户向楼下泼墨 导致很多邻居晒在阳台上的衣服 被弄脏 家长知晓后 不仅让孩子在业主群里做检讨 还和孩子一起 把弄脏的衣服洗干净 整个过程 孩子家长没有对孩子殴打斥责 而是温和又坚定的摆事实 讲道理 与孩子沟通 家长需要刚柔并济 张弛有度 三 发挥榜样力量 有人说 如果家庭是复印纸 孩子是复印件 那父母就是元件 复印件成品如何 取决于元件的质量 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 会模仿和映照出父母的一言一行 想要孩子守规矩 父母就要发挥榜样力量 以身作则 身体力行 家庭教育中说 有规矩的自由叫活泼 没规矩的自由叫放肆 只有在规矩中 孩子才能完成 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 成为一个三观症 有教养的人 教育是一场漫长的修行 孩子的未来 父母的结局 其实都藏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远 真正爱孩子的父母 都懂得放手 让孩子一搏 敢于拒绝孩子 也舍得约束孩子 他们会用自己的言行 在孩子的世界里 润物细无声 恰如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所言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 撼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撼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愿全天下的父母 在教育的路上 都能行稳致远 愿全天下的子女 都能体会父母的 那颗泉泉之心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展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